随后,国民党竞选逛播。会堂是孙中山先生。 我们大家是中国人。我们知道中国以千年来的比赛上同一种的强国。我们的文明进步,以各国以至先的,让这个中国以强行的失败。 现在,正所谓,创办、进攻、无暗国、乃草,哪个时候,中国这个威名在这个巨栽战,就是第一的,通过这个巨栽战,最本是强国的。 但是现在啊,怎么样呢?现在这个时代啊,我们中国就是世界上顶弱,顶情的国家。 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看得起这个中国人的。 它现在是世界的勒强。所以这个中国,就是有抓分中国的面图。 它现在是由来各国来公管。中国的意思。 那么为什么我们从前是顶强的一个国家,现在变成这个巨树呢? 這個對中國,我們進來的幾天年,我們這個國民睡著了。 我們睡了,不知道這個世界,大國這個進步的地方。 我們睡著這個時候,還是以為我們在面前這樣不想的。 因為睡著了,所以我們一十八年來,這個人民就是恢復,政治就是貝勞, 所以現在這個不得了是死亡。 我們中國人在今天應該要知道,我們現在這個地步要趕快想講法, 但是這麼樣來挽救,慢慢我們中國還可以有這個救。 不然中國就是成為一個挽國那種的地位,大家要緊張緊張。 心痛是中國安容、繁榮,防在我們中國的過敏。 睡了還是醒,如果我們還是睡,那麼是很危險。 如果我們能從今天就醒起來,那麼是中國,全土與天命, 反折很大的希望。 現在,這個世代的潮流,就是進到一個新的文明。 我們如果大家能醒起來,叫這個新的文明,這條路去走, 所以我們還可以,是真的到各國,來追想全局。 那麼要醒起來,這個中國才能有望。為什麼呢? 怎麼樣的話呢?就是我們能醒起來,我們大家才有這個動作。 大家才能立一個字,來救這個國家。 那麼大家能自保這件事。 中國就是不難來救的。 那麼心痛,我們要來救這個中國,要從哪一條路走呢? 我們就是要從這個生命,這條路去走。 拿這個生命的主義,來救這個中國。 拿這個生命的三民主義,就是這個民主主義。 民主主義,就是民主主義,就是把這個中國,要助到,從現在這個內牆,到達這個平等的地位。 這個民主主義,就是民主主義,就是民主主義。 是民主主義。 我是民主主義,第一哲學忱,民主主義,而在 sew衞 School, 在爭王油中外面的 Когда ключ有一個特別的人, 就是民主主義的第三股闡icz。